超级大国也不能够独立造飞机 要知道美国的很多飞机生产商 在制造飞机时 也是会用到一些国外的飞机零件 想必很多的朋友都很好奇 飞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在看完飞机的制造全过程后 终于知道了制造飞机有多困难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 很多朋友都会在节假日的时候 选择出国旅游 出去算算心 只要是出国 很大概率就有乘坐飞机了 在以前飞机只有少数的富人才能乘坐 但是现在的很多朋友 都是可以接受飞机票的价格 虽然说大型客机在很多国家都有 但是大部分国家都是购买来的客机 能够独立制造飞机的国家 其实是没有几个的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飞机究竟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飞机生产车间里面 大多都是机械化制造 很大的飞机股价 也会被很快的移动到正确位置 就这个技术 很多国家都还没有掌握呢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